现在是周二,然后是我们的考试日 今天十点钟要正式开考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 我上面呢就穿了学院发的校服 然后下面呢我就穿了黑色的Lululemon的打底裤 然后准备再穿一个黑色的外套 其实之前就有小伙伴问过我 你为啥没事儿有的时候还带个黑色口罩 你同学为什么经常也都穿黑色的 因为这是学院的规定 对一个职业的彩妆师 如果你去后台化妆的话 就必须得是全部都是黑的 然后如果头发你是女生的话 就需要全部的绑起来 不能披肩 然后短发的话 你也就是打扮的利索一点就可以了 耶,就是这样 我是夜行侠 香菇青菜包 祝我考试成功 我下课了 今天真的是好冷哦 然后今天考完试 你看这是我同学过画的一个裸妆 因为她好幸运哦 她抽到了裸妆 然后我超惨 我抽到的是花烟熏 哎,不过好在已经考完了 然后现在呢就直接去gym了 Hello,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我自己起的很早 然后用的这个唇膏 虽然说这一周并不是我们试唇膏的一个计划 但是很好看 所以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做Going Right 是3CE他们家的 颜色非常的温柔 很适合一种秋冬 然后今天我来带了从淘宝买的新的美瞳 这个颜色超级自然 Revia还是Revia他们家的 叫做洛亚里棕这个颜色 如果大家的眼睛的颜色跟我比较像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突然应该马上就到了 因为我们俩今天约定一起去剪一下树叶 因为我们这两天在准备我们的毕业作品嘛 然后它的那个素材里面是需要枯的那种枫叶的 我们剪超快 很快就装满了衣兜子 这边枫叶真的很多 哈喽 我现在已经下课了 然后我已经到了外滩这边 今天晚上跟丁丁一起约了吃一家泰国菜 昨天发微博有个小伙伴过我说这家很好吃 我们就准备来吃他家 然后吃完他们家以后我们就准备去做一个财二 然后今天上课感觉特别的忙 因为那个忙就是怎么讲 就你感觉心里面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完 因为我们现在准备最后final的出品 所以要跟老师确定方案拍摄方案 然后还要去和模特约定时间什么的 就这种杂质很多 那个餐厅竟然藏在对面 他们家这个风格有一点点网红气质 哈喽 我朋友已经到了 一位女士 对一位女士 感觉不太像泰国菜 像那种创意的泰国菜 嗯 好吃的 这也太帅了吧 芒果糯米饭的可力饼 你看这可力饼 超级脆的 冰淇淋还好糯啊 专业财尔 你值得拥有 老年活动正式开始 这块完美的诠释 我为什么喜欢财尔 又紧张又刺激 又迷离又这样 只愿陶醉其中 热敷席尔 沃尔 叮叮 财尔爽慢 很期待 她的姿势看着就已经完全的 放在着来背景上的姿势 哎呀好喜欢这种 中国风 有没有 涂雅涂雅的 但是老客人还好一点 如果我不知道 老客人他可能真的就走了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感觉 还是有点凉 然后今天买了五个包子 花给同学带 我们家这个包子 马上变成网红包子铺了 因为吃过的人 真的都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不是推广哦 不要乱想 然后今天还是去练妆 练最后final的shooting 所以时间还挺急的 然后老师今天还会讲一些 考试规则什么的 对不是 OK 那我现在走了 今天也太可爱了吧 你是老鼠 超可爱超可爱 这就是我最后的头发 会这样子 然后再缠一些线 什么的 穿吧 我回家了 然后终于淘宝 我觉得我双十一买的 所有的东西应该都到期了 不对 还有两件衣服 但那两件衣服还在路上 所以我先把剩下的这几个 今天刚到的给大家看一下 嘿嘿嘿 这个是一个小丸子 这个是周扬青 还有小丸子的合作款 小丸子真是太可爱了 最喜欢的动画人物之一吧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这个 天啊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有没有 它这块有个小丸子 小丸子实在太Q了 然后我前两天在那个买手店买的 是这种蓝色的 两个不太一样 然后我今天其实身上穿的这个 也是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上升以后完全都不扎 很舒服 但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毛 你看一下 这个毛它会到处乱飞 你稍微动一下 它就有一点点那个叙叙会出来 如果你对这种毛比较敏感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或者说你要先拿那个粘毛 起把它粘一下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重量清的也打开 大概是这样子 哎呀 挺好看的吧 你看它这个洞 是这种毛毛的 这款是特别的oversize 你看我买的这个还是small的 就是最小的 它穿着还是宽宽松松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是这种加绒芯的 一般来说加绒芯的会比较暖和一点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比较宽松的款 所以你像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 你这样穿也不会太热 这会显得人很瘦 而且这个颜色好显白 有没有 好看 我发现年龄带了以后 有时候真的是会喜欢穿这种 粉粉嫩嫩的衣服 仪式年轻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一家店买的一双鞋 然后这双鞋是一个小靴子 因为我今年就去靴子 你看它里面送了一双袜子 还送了一个增高点 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有一点高度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黑色的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的别致一点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显腿细的 尤其是它这块 就是脚踝的这地方 其实它有蛮多空间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穿后袜子 什么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它本身这个还有一个是加绒款的 就是我这两天刚刚到的 双十一的一些衣服 然后现在是五点半 我去卸下妆 然后换成去健身的衣服 去练一个热瑜伽 其实今天都有点偷懒 不太想去了 但感觉胜利就在前方 只要踏出家门就OK 有的时候真的健身最大的阻挠 就是没有办法踏出家门 我刚健完身 然后发现这个眼睛完全变红了 这边还好 但这边完全红了 好可怕 摘完身以后 准备四个海南鸡 我这个眼睛真的好红啊 等我等赶紧回家把这个卸了 然后洗个澡 蟹能看出来吗 好明显啊 晚餐很健康 卤水豆腐 半个海南鸡 我这个海南鸡很好摔 是吧 我之前在那边就是 看看泽紫西 好久没上镜头都有了 肯定不是因为我没洗 哎呀 他刚刚到上海 然后我们先一起出去吃饭 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终于到了周五 感觉这周 我这周真的感觉快要挂掉了 然后下周应该更累 带他去吃一个日式的咖喱 然后我就回去洗个澡 今天要吃这一家 范范 诶 你的名字 对 他们家的那个 蛋包饭 听说很好吃 第一楼下面 全是卖的这种小物件 挺开的 全是跟猫相关的 也不是 也有些其他的 但大多数都是猫 你看这做了一排 这家装修简直也太小清新了吧 然后感觉里面全是女生在吃 要么就男朋友陪着女生来吃 刚才画成这样 好可爱 妈妈你来点好 好 好 我来给咱们点 嗯 像鸡块 对 像鸡块 你给点拌豆腐菜 哦 菠菜鸡面已经没有了 不好意思 吃豆腐吗 可以吃豆腐吧 肉是要拌豆腐的 这个是牛油果意面 绿圆 小清新 然后这个是肉扫豆腐 蛋包饭 这是今天的重头戏 好吃吗 我觉得他们家每道菜都挺好吃的 你说对 哈喽 我终于活过来了 今天早上被这个女人真的是 不停的叫叫叫 哼 他从昨天到今天 大概说了我十遍吃他的沙雕 啵啵啵啵啵 然后今天要去迪士尼玩 需要陪小朋友去逛迪士尼玩 耶 开心 不是个老年人哪 真的是 然后现在先去吃点早饭 喝一杯咖啡好了 感觉 早上不喝咖啡清醒不了 今天早上吃这个Metal Hands 这家好像还挺有名的 一直想来吃 没人吗 没有 有只猫咪 这只猫它的名字叫果冻 果冻 好可爱哦 果冻 来小冻冻 你看它懒得理你 哈哈哈哈 看下今天的OOTD吧 哈哈 这里面还搭的是一个蓝裙子 然后外面穿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毛衣 好朋友 一个我 这我的宠物 他们家的这个咖啡外卖 竟然是这个样子 也太可爱了吧 咱俩现在拿了两个那个 书业袋 不是不是 对对对 尝一口 买包的 还挺浓的 这个比较有眼镜的 刮死了 到了 还挺贵的一张门票 四五百呢 两个有耳朵了 耶 我这是Buffy 我的有点 好看吗 我的跟我的衣服间很搭 不是 我觉得我的这个其实好看吗 好看好看好看 怎么都是好看的 哇 感觉红色的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可是你刚才觉得红色的 现在会觉得红色的明显 说了女人 哈哈 那你觉得这个咋样 好看 走啊走啊去买包包 鞋吗 鞋 这个人来这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 就是来这买东西 哪比是你买一张五百块钱的票 然后进来购物 这张五百块钱好看吗 有点乖 这张五百块钱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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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种美食物都不带上海 一种美貌之旗 有美貌之旗 许多年来 也修建了一些美貌 上班节目上 哈哈 哈哈 这个午饭是一个排调饭 重点是这个鸡蛋 它是个米其头 感觉好残忍 把米其吃了 飞越地平线 应该是这儿比较 比较火爆的一个吧 对吧 来玩一下这个 差两个小时了 它威胁我 它说这个不好玩 它把我打死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终于排到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人间不值得 但是你值得 排了将近三个小时 就进去看了个五地电影 而且还没有那种 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激的是 你刚又怕 现在又嫌人不刺激 哎呀 但是就是 你的期待值很高 然后最近我发现 就是一个 就是那种世界之窗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冰淇淋 好吃吗 这是草莓 这是香草吗 草莓吧 他跟我说这是香草的 这明明是巧克力的 好好吃哦 我们要回家了 太累了 我觉得今天一切的失败 都源自已 去排了那个飞越地平线 我们走的太早了 整个停车场 现在空空如也 包括来坐出租车 也完全没有人 真的玩的太佛系了 上海迪士尼打卡成功 感觉还行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之前去 没有那个欧兰多的好 对 美国的欧兰多那边 那个超级大 但是它比巴黎的好玩 因为它可能盖得晚 玩的项目会多一点 嗯 嗯 我在盗着 你不要让我看到我司机 让我看到我司机 走的没有安全感 我们刚刚吃完饭 然后去溜达了一下 现在带亲戚来 打卡这个百分号 这个咖啡瓶 你点了啥 我刚才能够做一份 我妈的没花水 大家早上好 现在来带亲戚吃她 回西安前的最后一顿brunch 对 然后这里我们家还蛮近的 叫做highline 环境很好 因为今天上来很热 所以我们就坐室外 然后她室内还有位置 看今天我的刘海终于是有 因为早上洗过澡了 会有的倩倩 我们的早餐 这个是北极虾和蛋 然后拿这个吐司去吃 然后这个是倩倩的牛小排 Benedict 这个一大坨牛肉也是让我惊叹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薯条 两杯喝的 喝这个可以争取 让肠胃继续揉 继续 还有的拉吗 哈哈哈 真好吃 好吃 你这不在那个酵酥好吃 是吧 嗯 这好像是红薯 不是啊 是红薯 全是红薯 你觉得是好吃吗 嗯 牛肉不错 哈喽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周一 昨天晚上外面的那个窗户 感觉都要被吹飞了 风超级大 然后今天很冷 所以呢我就穿了这个毛茸茸的毛衣 再加了一个帽子 然后今天用的唇膏呢是3CE的这个Taupe 我觉得颜色很好看 它让我想起了Armani的200 200我也有带应该 对就这一支 都是一种有点偏这种褐色的 秋冬带 超级好看 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耳钉 上次10块钱买的这个耳钉和这个衣服 简直是绝配 然后准备再穿一个外套 今天外面外套就穿了这个猫茸茸的小熊衣 觉得这样子的话保暖度应该是够的 因为它里面整个也是家容的这种 感觉今年这种衣服也是蛮多的 看街上特别多人在穿 然后终于要把我的这个 星爸爸的包包背到学校去 然后装有一瓶热水 今天开始就要多喝热水了 太冷了 会不会有点瓜 就这样吧 反正也没人认识 我自己开心就好 走吧 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其实这一周就是我上化妆课的最后一周了 所以我们今天明天是在做最后的就是练妆 然后周三周四我们就要开始书庭 书庭结束了以后这个课就结束了 好舍不得呀 好冷 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教室 最后一周都是在这儿超级大 哇 耶 哈喽大家好 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昨天见完以后又到了今天的早上 因为昨天确实实在是太累了 我们这两天不是就是在准备最后的书庭吗 然后昨天我就是站了一天 我觉得腰超级痛 结果一去厕所就正好来大一妈 所以回家了以后呢就直接停试了 所以一早起来又到了早上 然后今天外面还是特别的冷 然后今天我带了我的小丸子的帽子 我的丸子呢 出来啊 最爱的小丸子 然后上面这一家上周给大家看过了就是Model Fit他们家 底下这个裤子也是他们家的 是刚刚收到 我今天呢就一起穿了 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裤子是从去年开始就比较流行的这种 叫什么奶奶裤 我去年买了一件黑色的 然后还买了一件灰色的 今年这个白子的也挺舒服的 对了 这个是我昨天才收到的一个布袋子 我背着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直接这样 它是一个单间的 然后里面的空间其实还我觉得够用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带拉链的这种小的隔层 可以把钥匙什么放进来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我跟你讲我同学真的就种草鸡 我看他们买了以后我就觉得挺好看的 立刻下单 我们去上课吧 没几节课可以上了 桑海这个娃娃变脸真的太快 真的是一秒钟入冬 礼拜天还27度 我这两天真的是完全成一个熊 到了包子铺 让我先买个包子 包子买好了 哇你看这个红油流的 太香了 你说我咋去真的还是包子 今天实在是不想走路 我要坐电梯 看我们洋气的电梯 是不是特别复古 这里面没有摄像头吧 搞完留下来帮我卷头 这个羊毛卷真太厉害了 哇 哈喽大家好 我要被冷死了 现在实在太冷了 又是风又是雨的 然后呢 今天是我们的shooting day 是第一天 今天明天两天 但是我今天其实是没有shooting的 不过我要去帮同学 所以今天就戴上了我的黑口罩 我们这边的灯已经全部都赛炸跑了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个灯 感觉好柔啊 这个灯光 然后灯光前面还有个布板 然后那边还有超级多的灯 还有布板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很好喝的茶 这跟朋友给我拿过来的 好喝 这个浅草一番 好好喝啊 某人来学化妆结果成了模特 什么感想 超可爱的猫女郎 但是你看为艺术先生 全身都成了猫 哈喽我们已经结束了今天的拍摄 结束了以后呢 就回家换了一个更厚一点的衣服 因为今天下雨 好冷 然后现在要去跟丁丁他们一起去 我们去吃椰子鸡 我超爱椰子鸡 椰子不说话 叫做椰子不鱼 他们家菜单做的倒是挺精致 我刚来的时候大家就吃了椰子鸡 然后就是临别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的shooting day 所以我今天走很早 现在才9点钟 因为我需要setup好所有化妆的东西 然后还要给模特买喝的 然后要在来之前呢 把饭也吃了 乱七八糟 里大堆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不知道是不是太兴奋 昨天早上晚上 我都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 4点钟醒一次 6点钟醒一次 简直了 但今天 哇晴天 就觉得很棒 因为晴天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化好 你看阳光出来了 超棒的 因为我们楼下 因为我们楼下就有一个这个瑞幸Lucking Coffee 所以在这买了一杯cappuccino 918 谢谢 我回家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钟了 最后一天 makeup forever的化妆学习结束了 对 觉得有点恍惚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今天拍完照 选完片 还领了毕业证书 已经8点多 然后最后就大家一起集体去吃了一个散伙饭 然后 我觉得我在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 是很难去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的 就其实弄得挺伤感的 因为好几个同学都哭了 包括老师也都 就是说他觉得对我们很严格 就很感动 但是我这个人吧 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 真的很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完全的表达 或者是释放出来 突然说在很多人的时候 我看起来会特别的平静 然后我突然想到 就前两天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忘了是弹幕还是评论 有个小伙伴跟我讲说 其实感觉 也有一种 就是和Christina一起度过的 在上海的这段时光 真的 我感觉其实我把这段时间的生活记录下来 不仅仅是给自己当做一个留念 同样也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大家的陪伴 就每一次我把视频发了以后 然后看大家的评论 看大家的弹幕 就觉得很暖心 anyway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明天呢我就要开始打包 因为我过两天这边就要checkout了 好吧 但今天真的超级累 无敌累 一天做两个书艇真的是要死人的节奏 太可怕了 我到下午的时候 整个人感觉已经被抽离了 对 那我现在先去洗个澡吧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bye